通常我看到的菜餃都小小 它超大顆的 它的那個粽葉超香的 豆腐啊 然後小魚乾15塊 但蠻大碗的耶 然後這樣子20塊 重點是三杯還50塊 又多便宜啦 那豆花是那種超滑溜的 很帥 水會一直吃一直吃 黑糖波霸鮮啦 今天喝到最好喝飲料 超誇張 這樣才40塊耶 今天來到了台南的泳湯 那今天一樣是199求證系列 皮脫水姑娘農農也要帶你來吃永康的美食 看看可以吃幾家囉 那可以多少家 6家吧 6家 那個鹹粥一個就要200塊耶 不要吃鹹粥 喔不要吃鹹粥 看我們今天會不會挑戰成功 GO 通常我看到的菜餃都小小 它超大顆的 它的那個粽葉超香的 滿滿的土豆腐 嗯 島嶼哥不會讓很甜 但島嶼哥好像就是比較淡一點點的島嶼哥味道 沒有到很刺鹹 他加這個囉 好像是台南人的辣椒 喔稍微 對 這會辣 這會辣 台南人的辣椒 豆腐啊 然後小魚乾15塊 但滿大碗的耶 喔 它的味噌湯也好香喔 嗯 它的味噌湯好甜喔 現在來到永康這邊的最新黃昏市場 有點像是高雄左營的那種自由黃昏市場的感覺耶 我們今天要進去裡面找一間豆花店 走吧 然後這樣子20塊 重點是三杯還50塊 好 要多便宜啦 難怪那麼多人在排隊 選兩樣料 我們選的是花豆啊 跟那個紅豆 可是它的料會甜 它的料會甜 我覺得它的料比較乾一點點 所以你要搭配那個豆花一起吃 它的豆花是那種超滑溜的 很帥 水會一直吃一直吃 我知道 這是肚子你竟然吃得到把它刺光 給它 好 跟你們講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因為店員剛剛是叫我到這裡夾脆皮甜甜圈 結果我到外面人家在炸那邊夾 難怪那個人覺得我很奇怪 欸好香喔 我的甜耶 我們剛剛就以為要熱熱的吃 現在已經冷掉了喔 它外皮還是很酥脆 而且竟然是不油膩耶 它裡面包著那種麵包蓬鬆的感覺 然後外皮是脆的 剛剛看很多媽媽買給小朋友吃耶 然後6個15塊 欸CP值算高啦 我選的是那個花生口味 軟板的銀絲捲的感覺 好 那我們目前就已經吃了四家了 還有扣打 那我們現在就繼續吃下一家啦 黑糖波霸鮮辣 然後我叫的是波霸 波霸就是大珍珠 去白白就是今天沒吃 哎呦 腳筋還是軟的 但是外面軟軟的 然後你邊咬 其實是滿有彈性的那種感覺 喔建議真的不要加糖 加糖真的會太甜 因為它黑糖本身就有糖度 重點是我要說 它的黑糖超香的 今天喝到最好喝飲料 但是臭豆腐是昆山客大學生最愛喔 超誇張 這樣才40塊耶 欸它的泡菜量給很多耶 我覺得臭豆腐一定要泡菜量給超多的 不然真的是不夠配 不然它很乾耶 是滿脆的 可是你會覺得 它裡面竟然還可以保有豆腐的口感 感覺很厲害耶 哇 好油喔 美麥耶 好好吃耶 最肥的搭配就是 吃醜豆腐再配蒸奶 我的天啊 好辛苦喔 這真的是台灣國民美食耶 臭豆腐 我們剛才找到了這一家 然後我們就花了九塊 買了紅豆口味的紅豆餅 一打開圈 全部都是餡料耶 喔 好香喔 阿姨說這餡料是他們自己做的耶 它的餅皮就是 雞蛋糕的餅皮啊 你們真的一上來吃吃看 這個好好吃喔 美安 我們今天竟然用197炒的7家 永好美食 太浮誇了吧 整個超出我預料之外耶 再次我們來看看 吃醜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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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醜豆腐